这位北京大妈身体本棒 咱们一起听听大妈的工作经历 以及退优金有多少 去年见过您 见过 您今天 说话就82 82了 岁数了 别的不要求 就要求 身体好 能玩就玩 能吃就吃 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老师 您之前是什么学历 学历不高 体育专业的 我们是师范 开始说是教练 运动员 后来呢 三年自然灾害以来 他也没吃的 所以他就说了 改了又当老师 擅长体育哪方面 体育啊 我擅长是田径 像牵球 像跳远 成绩呢 都算比一般的好 都高 但是一样没有太突出的 你要当运动员 你必须有太突出的 一二强的 对 那您就属于比较全面呢 当时 对得全面 你当老师 你就得全面 你像他跳绳 给学生做师范 你要不会就不行 算中卓 我们是北京体育学校 三年自然灾害一来 就给改成师范了 就跟那个首都师范大学合并 我们呢算他那个大学里头的中专班 您父母是做什么呢 我父亲是铁路火车站 值班 我觉得就是家庭妇女 都是小脚呢 是啊 我的这些条件就是自个儿 小学初中 高中 喜欢体育 初中毕业之后 所以就说干脆 考体育学校吧 去了七个人 就取了我一二 那几率也小的 那我这个儿吧 体育学校 毕业的时候 比赛成绩 跳高 我跳一米二一 一米二一 对于我来说到这地方 我都不敢想象 天球扔八米多 一般人可 没有你这身体素质 来讲您就分配到学校里 后来我们就 一般的就是远郊区 南的 有的分配到 像门头沟啊 房山啊 分配到中学 他们的中学区老师 我们城里的 这个近郊的 都分的小学 是小学的体育老师吗 那您分配在哪个小学啊 丰台区这边 体育老师 女的体育老师来讲 就看您 您是第一个 是少是少 那您那会儿 当老师收入吧 那时候收入很少 一直到80年 才涨第一次工资 那时候就70多块钱 37 80年之后 我们长得44 后来就一步一步一步 这长得多了点 是 现在退休说 我们工资高点了 那时候呢 工资很低啊 而且您粮票还少呢 那会儿 我的粮票不少 为什么 我一直就教体育 体育老师的粮食 给他38斤 那三年责任灾 还都没饿着 那不错 你说没饿着 到晚上不到 吃完饭不到睡觉的工夫 这肚子就叫唤上了 您就一直在小学做到退休吗 对 后来我岁数大了 也发胖了 后来我就 到哪学校我就说 你要来年轻的教体育的 你就替我 我教班主任你 你要是实在缺人 那个体育老师 我就可以给你顶一顶 您的经验丰富啊 体育教学这块 教学这方面 反正基本上每项都行 那您多大您退的休啊 退休 我97年 55 现在都退休二十多年了 退休的待遇怎么样 我记着是700多 然后800多 900多 一千 两千 三千 我们现在 七千多 咱们就算说 七千五 左右这个数 今天不是还涨了吗 每年都涨 一般都涨 二百多 我们到八十了 还给我们加一百 一个月加一百 对 加一百 您到九十以后 加五百 每个月 对 加五百那更好了 您这身体 还有您这心态好 肯定是过百都是基础啊